我感到很遺憾 當然很遺憾 巴多鎖的同仁生命 那一種就這樣的一個離開 那當然鎖裡面的相關的請問 還是要正常來運作 那我特別來 跟我的同仁 還有鎖裡面的同仁做一個慰問 鼓勵他們 然後也請他們 情供上的一個調整 真理上的一個調整 聽證上的一個防護措施 還有家屬那邊一同的 要多主動多互動 讓我們這個雖然高一段落的一個智商 但是跟家屬的互動和家屬的需求 我們都要去了解掌握 來幫忙 我們經過補測了以後 有發現13處 我們認為是第一階段要來做的 那目前已經都做了規劃跟施工的一個發包 不過需要一點時間 那長遠的話 我們還會再做第二批次的所謂感應監測燈光警鈴燈 這個感針系統的配備 來整個強化所謂住地安全防護的這一個部分 這個不過需要一點時間 那也需要分階段來做 那我們會盡全力來做好保護太子所的安全 以及同仁執勤的一個需求 對 如果有時有可能有什麼消防禍 我會看到這個位置 insights into 靜音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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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完全去解決嗎 2,2,3,4,4,2,4,3